香港人 香港臺 神祖新聞報道 各位,今天7月3日,歡迎收聽香港臺 一節新聞,我王俊賢 先得香港消息 香港警方國安署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向法庭申請拘捕令 國元紅100萬通緝8個已經逃往海外人士 國安署總警司李桂華呼籲回香港自首 並提醒市民和違法人士獲清界線 通緝名單包括前法政會司自責人任建峰、商人員公義 在美港人組織香港民主委員會執行總監郭鳳儀 前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鏗 前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峰 前職工盟總幹事蒙兆特、藍州巴劉祖迪 和前香港眾志秘書長羅冠聰 國安署總警司李桂華說 相關人士干犯嚴重危害國家安全 鼓吹制裁香港官員、法官和檢控人員 想破壞行之有效法官不受干預地使用司法權 有些人為了外國出謀獻策打擊香港金融制度 他強調國安法有域外官是權 會依法追究在境外犯法人士 呼籲相關人士回港自首 法庭可以對被告重興或減輕處罰 希望他們珍惜機會 但李桂華承認通緝人士一日不回香港都不能作出拘捕 但強調不會放棄輯捕、搜證 如果有一天可以拘捕有關人士 一定會將他們送上法庭 又說提供袁紅絕對不是搞騷 或散布恐怖 是希望將通緝人士乘諸於罰 李桂華提到 如果能將通緝人士送上法庭 並作出答辯 就會提供賞金給提供資料人士 他舉例 見過有不少通緝人士用不同方法回香港 例如利用他們的身份、偷渡等等 如果有人能提供相關具體方法 警方便能將通緝人士乘諸於罰 又說證據永遠不會多 如果有人能提供證據 對檢控有利 將會提供賞金給提供消息的人 許智峰回覆查詢時說 他自己已經被多次香港政權 以國安法或非國安法罪行通緝 這次袁紅不會影響他個人安全 他認為袁紅通緝是荒謬和可笑 這次只是警方想高調多過實質法律效果 自由國家不會將他們遣返 亦證明中共沒有能力應對離開香港 繼續倡議自由、民主價值的人 同時他認為 袁紅證明中共進一步迫害離開香港的人 亦令西方民主國家更清楚中國走向更極端的專制 亦對世界擺出更大的威脅 香港警方重申 任何人以任何形式 資助他人從事反中斷港和離開國家安全活動 有機會觸犯國安法或國家安全罪行 呼籲市民和違法人士或清界線 國安處另外交代國安法實施3年合共拘捕260人 介乎15至90歲 當中161人和5間公司被檢控 其中79人已被定罪或後判 今次國安處行動獲特區政府和保安局支持 其中特區政府發言人稱 香港附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者責任 而維護國家安全、統一和領土完整 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全中國人民共同義務 重申特區政府會依據《港規國安法》 和其他有關法律規定、積極防範、制止 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 發言人說危害國家安全是非常嚴重罪行 特區政府會全力打擊、追究到底 強調再逃人士不要妄想潛逃離香港便可以逃避認責 說最終都需要為其危害國家安全嚴重罪行為負上責任 受到法律制裁 保安局說潛逃海外逃犯 過去已多次在線上線下宣揚違法意識 並煽動市民支援、資助、甚至參與他們和黨羽違法活動 局方呼籲市民致密受疏擺以免負上刑責 並且說會連同各個執法部門 繼續竭力依法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阻止潛逃海外的人繼續進行危害國家安全活動 包括撤斷他犯罪得益和資金來源 抽出並追究他們在香港的犯罪黨羽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接受《大公報》訪問 提到《基本法》23條立法 會考慮社會近年的情況 和香港面對的國家安全風險 他說一些危害國家安全的分子 仍然以不同方式、鼓吹和滲透 以及串謀安結外國勢力 間諜活動的風險不容忽視 有國家的情報機構曾經公然說 會羅致秘密情報人員深入掌握有關中國材料 他有解釋 《基本法》23條規定 應該立法禁止的七類行為當中 香港國安法涵蓋兩類 而現行本地法律指涵蓋部分相關行為 因此又需要完善 政府只是檢視香港國安法 和現行法例未有涵蓋的行為 包括注意間諜活動和網絡方面缺口 以制定有效和無實方案和條文 他強調 特區政府會以立法方式 清晰定定關鍵基礎設施 營運者的網絡安全責任 執法部門會繼續針對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人 和組織展開深入調查 並且繼續偵測以軟對抗手法散播反中亂港信息 包括進行網上巡邏 並追究涉事者刑事責任 其他消息 法國警察開槍射死17歲、法直、北非裔青年 引發多地騷亂有緩和跡象 昨天再拘捕超過78人 連日騷亂大約有超過3000人被捕 幾百個警察和消防員在事件中受傷 官方未透露有多少示威者受傷 法國傳媒引述內政部消息說 警方昨日拘捕行動比早前兩日少 當局星期五拘捕1300人 星期六拘捕719人 連日騷亂轉吹緩和 或與家屬雙面調停有關 北非裔青年內爾的祖母Nadia 星期日接受法國媒體BFMTV電話訪問時重申 對槍殺她孫的警察感到憤怒 而並非針對警隊 又表達對司法系統有信心 她在訪問中強調 家屬從來未呼籲仇恨或騷亂 破壞或偷竊也不為尊內爾 家屬只是呼籲上街悼念 期望大家保持冷靜 又說參與騷亂的人大多數未成年人 認為他們以內爾為藉口進行破壞 而家屬只希望事件能平息 總統馬克龍星期日夜晚與政府大臣再舉行為會議 今日與議會兩院領導人見面 明天會會見受示威活動影響的220個市長 希望對導致騷亂的原因展開詳細和長期評估 另外有兩個市長的家屬被人撞入破壞 增加人士強烈譴責暴力行為 聽英國消息 針對有銀行用戶發表具爭議觀點 而被銀行列入黑名單甚至罪消戶口 每日電信部報導 財政部將會要求銀行必須保護言論自由 根據報導提到 財商後津偉對銀行做法深感擔憂 並且要求City Minister Andrew Griffith進行調查 而事件源於去年9月PayPal封鎖Free Speech Union戶口 引起政府關注 相信幾個星期內會公佈調查結果 上星期主張斷勾的意見領袖Ligelle Farage 透露銀行戶口無端避封 沒有主流銀行願容許他轉移資金 再次引發社會廣泛討論 之後一個牧師亦說 涉及投訴Yorkshire Building Society對LGBTQ立場 而被取消戶口 發言人之後說不會因為客戶的意見和信念不同而取消戶口 除非有關人等行為粗皮、冒犯、暴力或涉及任何方式歧視行為 報導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說 就算有人持極端觀點 在沒有違法情況下應該有權肯受銀行服務 而財政部消息人士補充 說如果行使合法言論自由權利的人 被剝削金融服務 將會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 據了解財政部將會建議銀行或支付機構更嚴格通知期 並要求銀行提供更多信息解釋取消戶口原因 而根本機構將會就違反規定的銀行採取行動 以限制銀行的過渡行為 按照現行規定 如果銀行打算關閉個人銀行戶口 應該最少提前30天通知客戶 但在特殊情況下 例如銀行機構如果懷疑欺詐或客戶威脅或辱罵銀行員工 可以隨時充斥提供銀行服務 負責調查首相府派對門的前資深公務員Sul Gray 早前已獲Akoba和已加入工黨 擔任黨魁司機研究幕僚長 最新來國辦公室發現 Sul Gray在獲工黨工作邀約和工黨接觸 違反公務員受責 Sul Gray預計在9月開始會和司機研做同事 內閣辦公室官員Jeremy Quinn表示 白廳的調查發現 再部體力 Sul Gray和在野工黨並沒有申報的接觸 違反公務員受責 指出Sul Gray有機會提出申訴 但他選擇不這樣做 面對最新指控 工黨重新有遵守所有規定 Sul Gray在3月辭職前 只是和司機研有過一通電話 而對話內容和政府事務完全無關 不過部分保守黨人 已對工黨委任Sul Gray表示憤怒 認為事件破壞政府調查派對門報告的中立性 香港台一則新聞報道人 香港台一則新聞報道人 與民視察公司 提供機研究所